第二天 他是被炒人的电话 送给真行的 周周 你快点过来 再不过来 秦航就要被人 叼销营业执照了 秦航要被关门 这边的人说 只有你过来 才有余环的余地 你快点过来吧 师父急促颤抖的嗓音传来 像一盆冷水一样 一下子将他 全部的睡衣给破醒了 等到他匆忙赶去秦航 才发现 一楼的秦已经被搬空 一个人都没有 他直接往楼上跑去 刚上了一层 就跟刚要下楼的 剥叶城碰了一个正招 几天不见 怎么说了 楼下的秦呢 被集司大队带走了 我师父呢 被警察带走了 剥叶城 我师父是一个 正正紧紧的生意人 请问 他犯什么罪了 走私罪 你是说 我师父买卖的大提琴 是走私运进来的 剥叶城看着他 毫无想赐的脸庞 点点头 只要你肯跟我回去 不跟我离婚 老先生的琴 就是正常渠道进来的 也就不存在 走私这一数 不亦成 昨天不是说好了 只是对付季氏吗 你好像真的很希望 我对季氏下手 至少季氏还姓季 跟我有关系 现在连累了别人 我心里还挺过意不去的 所以 我临时改变了主意 选择拿秦行下手 他话音刚落 季昭已经伸出右手 狠狠的一巴掌 甩在了男人的左脸架上 就算这个世界上的男人 都死光了 只剩下你一个人 我也不要再跟你回去 不亦成 我们彻底玩完了 你滚 你的意思是 就算是老先生 因为走私罪判刑 你也不会管他了 是不是 季昭低头不说话 不亦成的位置 只能看到他卷长的睫毛 微微地颤抖着 回答我季昭 是不是 季昭想也不想地 转身就要下楼梯 不亦成 眼急手快地 抓住他的手腕 被他触碰到 季昭就像是 失去理智力一样 疯狂地挣脱男人的束缚 一把将男人推了出去 物业成没有想到 季昭一下子 用这么大的力推他 他被推得 亮翘了几步 而季昭 因为用力过度 借着惯性 往后面退了一步 手也来不及抓住什么 却因为一脚踩空 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季昭 身体不受控制地 急速翻滚而下 而怕是男人嘶吼般的 惊叫声 顾不得疼痛 他下意识地 用手护住了肚子 跪在地上 一把将趴在地上 难以动态的季昭抱起来 慌乱从他的谋底溢出 季昭 你有没有事 季昭 张昭 季昭 季昭艰难地睁开眼睛 感觉到有一股热流 从他的身下流出 在失去意识之前 他泛白的手指 紧紧地抓着男人 胸前的衣服 不夜诚 求 求孩子 季昭的话 让不夜诚抱着他的身躯 狠狠地一阵 直到那一抹红色的血水 映入他的眼底 他的瞳孔 像是被人狠狠地扎过一样 重重地一缩 痛苦的嘀吼声 从他的口中溢出 下一刻 他已经打横抱起了季昭 疯了一样 冲出了情行 季昭从昏迷中醒过来 迷茫地睁开眼 消毒水的味道 让他不由得粗美 大脑幻缓地迷转着 行了 听着男人的声音 这张恍惚间记起了什么 也顾不得那只还在打点滴的手 一下子挪到平坦的小肤上 孩子呢 孩子还在吧 他问得亮强 目光紧张地看着不夜诚 不夜诚 甚至都不敢再跟他继续对视 一看眸子 心里一抽一抽的 不夜诚 我问你话呢 不夜诚 艰难地咽了咽唾夜 从座椅上站起来 弓下身子 想要去服季昭蜡白 而毫无血色的面颊 季昭 你听我说 即使是没有力气 季昭还是咬牙拍开男人的手 现在的他 好像需要很用力 才能正常地呼吸 不夜诚 孩子没了是不是 不夜诚沉痛的目光看着他 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我就知道 从那么高的楼梯上摔下去 铁打的孩子也指定掉了 他笑得多无所谓啊 不夜诚看着他疏离的毛子 心脏一点点地传下去 季昭 你说你不喜欢孩子 现在孩子没了 你此时此刻心里是不是不开心啊 你不要这样子气场 他忍不住将躺在床上的他 紧紧地拥在怀里 孩子以后我们还会有 孩子以后我们还会有 宁愿在一起哭 一定会有 不夜诚紧了紧抱着他的手臂 仿佛这样就可以给他力量一样 对 一定会有 会有属于我自己的孩子 你自己的孩子 你干谁的 我知道 可以是蒋师兄 也可以是陈炎天 每个男人都可以 反正不会在身里 季冲 他痛苦地唤着他 忍不住在他井间拱了拱 就当我求你了 在我还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情况下 请你现在 滚出我的视线可以吗 季昭 到底滚不滚 季昭 季昭从一醒来就一直紧绷着神经 被男人一下子挑战到的极限一样 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尖叫一声 不顾手上还在打着点滴 风一样地踢打仍旧抱着他不肯放的男人 不夜诚吓了一跳 季昭 你冷静一下 季昭似乎已经完全失控 右手抓住自己左手的吊针 不顾一切地拔出了针头 拔出的那一瞬间 血猪肆无忌惮地溢出来 直接溅在了不夜诚的脸上 季昭 你要是心里对我有情 你就找我来 打我 不要折磨自己 你滚 滚 是 不是你直接把我推下楼的 但时不夜诚 你害我失去孩子 你难道不觉得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说白了 你就是陷阱害死孩子的凶手 季昭 我不知道你坏了孩子 我要是知道 他要是知道 哪里能让他站在这样危险的地方 季昭头发凌乱 眼神空洞 听了男人的话 无力地闭了闭眼 不夜诚 我现在全身上下都很疼 没有力气跟你好了 七大伤身 特别是我现在小差 你要真的还对我有一点点歉意的话 就滚出去 滚出我的冰封 其中 是不是只要我留在这里 你就不会好好地养身体 对 很对 他点了点头 抿了抿干裂的唇板 软弱无骨的手 没意识地俯伤自己平坦的小腹 这样的动作让他一叫 随即不动声色地 又将手挪了下来 季昭对不夜诚的排斥跟小动作 不夜诚看在眼里也听在耳朵里 深邃的毛子重重地一缩 又是心疼又是气恼 他刚要开口 病房的门就被人从外面直接推开 怎么了 在看到记招针头被拔出来的时候 护士惊叫一声 怎么针头出来了 不小心拔出来了 你给他重新推一下 别打左手了 打右手 轻一点 护士 你还是不要在我身上白费力去了 说不定你刚给我打上离开 我下一秒又给拔出来了 护士呆了呆 正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我听你的离开 这几天我都不来烦你 等你养好身体 我再来接你回去 他看着记招已经转过身去背对他的背影 最终 转身离开了病房 刚一出病房 他便找出纪阳的电话拨了过去 响了好几声 纪阳才接起来 郭大总裁怎么有块联系我啊 布业诚从病房外看着病房里面 记招安安静静地伸出手 护士在他白而嫩的手背上 催下针头的时候 他嗅气得细眉凝起的瞬间 他的心脏也好像被人扎了一样 一顿一顿地疼 静 记招现在在人民医院 刚消产了 没人照顾 你现在马上过来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布业诚从病房出来后 一直坐在住院部外面的石凳子上 北方三月的温度不如冬季冷 可到了晚上 也只有一两度的温度 他坐在石凳上 任凭冷风吹过 就好像突然失去了知觉一样 指尖夹着烟 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 他的位置正好能看到住院部的门口 他一直在等纪阳过来 他才能放心离开 只是 当看到陈炎廷匆匆忙忙地跑进住院部的时候 布业诚整个脸都被阴霾所取代 几乎是在男人进去的下一秒 他已经拿出手机拨通了自家助理的电话 陈炎廷最近很闲 你看着给他制造点事出来 最好让他忙得出不了门 坐在原地好办上 他也找不出现在冲进病房的理由 陈炎现在情绪很激动 他若是再进去 还不知道他要做出什么事来刺激他 整个人都在走神 直到落下来的烟灰 不小心烫到他的手 陈炎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 翻来覆去 却怎么样都睡不着 失去孩子 他不仅痛恨布业城 也痛恨自己 如果早上的时候 他稍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孩子也不会出事了 正当难过的时候 病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你怎么来了 你哥正忙着呢 我正好有空 就过来照顾你了 我不用人照顾 又不是什么大病啊 能走能跳 明天看看没什么问题 我就出院了 你跳一个给我看看 计照先没看下男人 赵赵 你还怀着孩子 又从楼梯上摔下来 还在小事吗 陈炎廷看着计照苍白的脸 刚才我去找医生聊过了 医生说了 再怎么样 你也要住院观察两天 看清楚我才出院的 哦 你还是回去吧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 如果不行 我会打电话 让家里的人过来的 我知道 没了孩子 你一定很伤心 可是赵赵 这何尝不是一个新的开始呢 新的开始 赵赵 不业诚 陈炎 陈炎廷 你有心跟他离婚了 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机会 我是爱你的 周周 陈炎廷 我现在刚失去孩子 心情很不好 不想考虑 不想考虑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 更何况 就算我已经下定决心 跟布业诚离婚 但是在没有离婚之前 我跟布业诚 还是合法夫妻 我不想现在谈这个 纪赵并没有直接拒绝 让陈炎廷的心情大好 好 听你的 暂时不谈 你跟这个孩子没缘分 该来的总会来 不要太伤心 好吗 纪赵没有再回答 而是直接闭上了眼睛 陈炎廷待在这里 有两三个小时 纪赵迷糊糊睡了 醒来的时候 男人依然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渴望 要不要喝水 纪赵摇摇头 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陈炎廷回忆一个抱歉的微笑 拿着手机走得出去 十分钟之后 男人打开病房门重新走进来 有事 赵赵 我工作上有点急事 需要回去处理一下 纪赵巴不得他走的 嗯 你走吧 现在给你哥打电话 让他过来陪你 我待会会给他打的 你走吧 等到陈炎廷离开 记着再次睡了过去 一整天没有吃饭 到晚上他也不饿 后来有小护士给他来送饭 他谢过之后 等到小护士离开 直接将饭盒放到了一边 是谁委托小护士送进来的饭 他又怎么会不知道的 翻来覆去的不知道多久才睡着 黑暗的病房门被人从外面亲手亲脚地打开 一抹高大的身影 浑漫地夺不到病床前 深邃的毛子凝着床上的人好半晌 又亲手亲脚地离开 布叶城直接去了值班室 找到值班的护士 明早跟371病房的主治大夫说一下 能大夫给他多加个蛋白 我吃饭身体怎么能行 交代完之后 他又再次折回病房 靠在病房外的墙上 整个人都很疲惫 烟瘾又犯了 刚从兜里掏出烟 想到这边是禁烟去 想了想 又将香烟收了起来 昨晚睡得早 加上一整天没有吃饭 第二天 记招早早地被饿醒了 拿起手机正想着 给自己点一个粥盒 手机里突然蹦出一条新闻来 他本来是要直接删掉的 却在看到新闻报道上的字之后 整个身子都僵在了床上 脑海中被动重复着 手机上的字幕新闻 既是宣告破产 既是破产 后来木讷地反应过来 不顾虚弱的身体直接冲出了医院 不夜城拎着早餐进来的时候 聚招不在病房的 以为他是去了礼物的洗手间 他将早餐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走到病床前 在看到他手机亮着的屏幕上 那刺目的新闻消息之后 他身心一阵 几乎是在下一秒 已经转了身 大步地离开了病房 季招是在家里找到季阳的 他走进季阳的卧室 刚打开门 一眼就看到颓废地 躺在卧室地毯上的季阳 季招的心狠狠地抽动了一下 大步走上前去 虚弱的身体让他也站不住 跪坐在地上 哥 季招临着季阳一脸灰败的神情 用力地呼吸 哥 我们家 真的破产了 对 脱步夜城的福 即是倒闭了 他说着 放眼四周 忽然痴痴地笑 赵赵 晚上住家里吧 明天这里 就不一定还是不是我们家的 你不是跟陈炎廷交好了吗 陈炎廷呢 他没帮我们 陈炎廷 陈炎廷现在自己都应见不下 怎么可能顾得上我们即使 眼前浮现出不夜城的脸 季招细白的牙齿狠狠地咬住下船 他忘了自己是怎么走出季阳的房间的 关好门之后 他整个人都靠在一旁的墙壁上 大概是身体太虚弱 一点点地从墙上滑落下去 双臂抱着自己的脑袋 将脸埋在其中 远远的 他听到一道沉稳有力的脚步声 缓缓靠近 其中 他迟钝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 他也不说话 只是目光平平地看着他 季招 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我送你回医院好不好 我身体好不好自己心里有数 你走吧 我不回医院了 不回医院 那就跟我回去 跟你回去 回去跟你离婚吗 这么调皮 当然是回去 跟我好好过日子 回去跟你过日子 对 季城 我不闹了是不是 跟我回去 我们好好过日子 你回去吧 一婚协议室我明天让人给你送过去 我不会要你们家一丁点的财产 如果你不想让我更加恨你的话 就把自己欠了吧 季城 你恨我 不也成艰难地咽了咽拓言 季城 你师父到现在还在监狱里关着 你知道吗 季昭的身形狠狠地一阵 我知不知道 又怎么样呢 季城 江城的父亲 这今天也因为贪污受贿 被警察给他去了警察局收身 江城最近也挺不顺利的 刚刚才被局前引过大局院演奏厅 还有季昭 相信你也已经知道及时地操约了 我被他攥得生紧 季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所以呢 所以 不可我离婚了 好不好 好不好那三个字 他好像用尽了温柔 季张临着面前的男人 忍不住失声就笑出来 笑着笑着 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不夜城抬起大手 一点点地扶去他眼角流下的泪水 你是要我抱着你回去 还是自己送回去 季昭泪眼朦胧地拧着他 他是真的需要很用力很用力 才能呼吸下去 不夜城 我现在这种状态跟你回去 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睡不着 一个不小心 用刀捅死你吗 用刀捅我这样的事情 除非你们的一刀之命 否则在捅我之前 你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捅了我之后的后果 季昭的身子忍不住晃了晃 勉强扶住一旁割花瓶的毒坐 才足以站稳 只副触及到冰冷的瓷器 行动先于大脑 钻住他 忽然间想也不想地 狠狠地朝男人的头部 抡了过去 一道清脆的 花瓶破碎的声音 待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男人的额头已经被花瓶打破了 血水顺着他的脸颊 一滴一滴地躺到了地上 打也打过了 现在可以跟我回去了吗 层层的疲惫 从季昭的眉宇间落下来 他逼了逼 终究妥协 好 回去 走吧 我看你现在身子虚的 连站都站不回 还能走路吗 季昭没有说话 面无表情的越过男人 后来到小区的时候 他将车子停靠在最里面 淋不到雨水的地方 还没等到不夜城走过去 季昭已经自己打开了车门 下车的时候脚刚着地 没想到和虚弱都没有力气 一下子 就跌倒在地上 不夜城大步地走过去 将他抱起来 抱着他走入了等远楼 改人从上车开始 就已经零交流 直接将他抱回卧室 季昭已经自取地拉过被子 盖在自己的身上 不夜城的身上还滴着雨水 害怕自己身上的湿气 带给季昭 他没有在卧室待 转身离开了 甚至连被雨水打湿的衣服 都来不及换 伤口也来不及处理 拿着手机打开家门 走了出去 葛叔刚从家里出来 要去公司 一转头就看到从车里走下来 冒着大雨走过来的不夜城 夜城 你额头怎么了 他刚伸出手去 却被不夜城顺手挡住 葛叔 我之前有没有警告过你 不准打季氏的主意 夜城 我之前也没动过私心 是季昭贤 对我们葛氏图谋不轨的 他都跟陈炎廷 给我设下了圈套 我要不先下手围墙 难道等着季氏 把我吞了吗 葛叔 我说过 我不会让葛氏出事 你 我不相信你 你现在一心一意 都放在季昭身上 相信你 保不准我们葛氏 要受你牵连的 你说你怕受牵连 那么葛叔 我因为你一直在跟季昭 两人拉巨蟹 你说吃掉季氏就吃掉 葛叔 你拿我当过朋友了 如果有 你他们有没有替我相信 即使倒闭之后 我跟季昭的婚姻怎么办 怎么维持下去 你跟季昭的婚姻 不叶成 你爱他吗 你爱季昭吗 不叶成缩着眸子 看着个数 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回答不了是不是 你根本不爱季昭 你不爱他 所以不叶成 你们的婚姻注定长久不了的 葛叔自信地勾唇 不知是不是生气 气血全部攻上头来的缘故 不叶成额头上 伤口这会儿又有血渗出来 听到葛叔的话 不叶成的脖唇上 泛出脖凉的糊涂 我从决定要取季昭开始 就没想过要跟他离婚 葛叔 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想法吗 葛叔抿着唇 看着男人唇角鸡翘的糊涂 我他妈早知道 你今天这么赢我 当时即使要吃掉 你们葛氏的时候 我绝不会插手 葛叔因为不叶成的话 气得脸色发白 不叶成 如果你今天来 只是为了跟我说这些话的话 那么请你走 我现在很生气 不想再跟你说下去了 拎着葛叔 不叶成的目光渐渐变淡 葛叔 今天之后 你们葛氏的事情 我不叶成不会再插手 你以后好自临时 说完转身就要走 手臂却被葛叔 纤细的手指抓住 他冷漠的视线望过去 就见葛叔咬着唇的模样 几乎要哭出来一样 啊 叶成 你额头上有伤 不管你要怎么跟我撑 先去我家 我给你包扎一下 这点伤不算什么 不用包扎 他淡漠地说完 支开葛叔的手 转身往自己车子的位置走去 身后 葛叔咬着唇 直到舌尖传来一点心脸 他才从沉思之中转心过来 不叶成 你这么轻易就爱上别人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要选择在我已经爱上你的时候 放弃我 不叶成一身疲惫地开门走进家里 他没有直接去卧室 在外间的浴室里冲了一个枣 才打开卧室门走了进去 空荡荡的大床让他一面 反应过来之后 不叶成脸色大变 第一时间 他快速在家里找了一遍 整个家里 哪里还有支招半点声音 拿起桌上的手机 先是博通支招的电话 电话打通之后 支招手机的声音 却从卧室里面传了出来 他大步地走回卧室 看到支招的手机安安静静地 躺在床头柜上 挂了电话之后 想着支招刚才看他绝望的眼神 他颤着手指拨通季阳的电话号码 郭总打这通电话过来 是特意卫文我来的 季阳 即使我以后会给你一个说法 你告诉我 刚才你有没有来我这里接走季招 你开什么玩笑 我刚才才听家里的优伟说 季招被你带走了 你什么意思 季招不是跟你在一起 季阳 你确定季招不是你带走的话 那现在季招不在家里 季有可能是离家出走了 我要知道季招所有可能去的地方 请你告诉我 他说着已经拿起车钥匙 甚至连睡衣都忘记换下来 大步朝外走去 季招从酒到达那几个朋友 除了拉大提琴的那几个师兄妹 万年还下着大雨 还有刚刚消产 就这样吧 我要出门找了 她是你妹妹 你最好别在家闲着 出门找找 掛电话的时候 季招已经打开车门上车了 他不知道季招什么时候离开的 只能放慢速度 在这条主干道上寻找 这场大雨 让本来拥挤的主干路上 异常青龙不已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却仍旧找不到季招一个影子 不夜城的心一点点地沉下去 想着他如今虚弱的身子 还有不停打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滴 不夜城落在方向台上的手 轻轻隐隐地跳动着 好半晌 他掏出手机拨通勤助理的电话 老青 调几个人出来 几招失踪了 给我在最短的时间找出他的下落 不夜城一个上午加一个下午 都在不停地寻找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他收到柏锦炎的电话 才开车回了家里 回去的时候 柏锦炎跟靳远都已经坐在客厅沙发上等他 夜城 你就这样出去的 你们等一下 我向你换件衣服 说完 转身回了卧室 不夜城很快走了出来 胸前的扭扣都没有扣好 你们都派人找了命 你的事 我们能怠慢了吗 怎么回事 季昭这是离家出走 不夜城嗡了一声 还有可能是 季昭娘的性格离家出走 应该是我太让她失望了吧 不然依着她的心思 是不会离家出走的 你对你老婆做了什么 你是出轨葛叔了 还是为了葛叔家暴她了 我来说 你老婆做了什么 谢谢观看